2024罗东易税节将在7月13号晚上6点 在罗东中山公园精彩开幕为期15天 开幕首演将安排台湾优质团队优人神鼓 带来不中断的70分钟鼓声圆满精彩表演 为活动来揭开序幕 我相信里面都有感受到了这个鼓声满满 这个祝福的鼓声 我们期盼明天晚上在这个地方 晚上不会像今天早上那么热了 晚上在这里我们开幕典礼的时候 我们优人神鼓的伙伴带来震撼的一个表演 期盼大家一起来能够起开我们易税节的序幕 邀请到我们国内知名的优人神鼓的团队 来做精彩亮相 优人神鼓的团队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表演艺术团队 也在我们1988年 在我们刘若瑜创办人 在我们台北 木炸老群山 这里创立 也经过的灰灾 还有疫情的关系 也在我们2021年 来做全国的巡回 罗农政长以及代表会主席都表示 罗农一岁节特色以表演 童趣 彩接 文创 行李 产业连结等六大面向为主轴 而今年的主题为 花仙意下 希望带给游客 缤纷 活泼 有趣的夏季饗宴 花仙意下 那就是说呢 用我们的这个台湾仅有的特色的这个春夏秋冬的火 来代表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 那期盼在明天的这个开幕典礼上面 慢慢的呢 从13号到27号的这一个两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这一个一岁节的特色 我们的这个表演 文创 然后童趣 行李 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主题公园 对这个这个特色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 像一般秘书一样 老实滚滚 我们社区 也都 都充当起来 我们也要感谢到我们社区 共同参与 让我们的这个外团可以减加政策 要你的付出 辛苦大家都看到 也 引起大家的共鸣 另外在7月24 25以及26三天 则安排有精彩的夜间采接活动 同时也有代表世纪的造型花车一同采接 精彩可奇 系列的活动是一箩 让您目不暇己 游客千万不要错过 2024一起响策 罗东夏日的旗舰盛会 邀您一起不见不散 请起动 哇 掌声响起 这个充满幸福 充满美妙的花蕊 即将在我们罗东云赛节 朵朵盛开 一旦新闻记者 十四名 采访报导 新台的舞台演出 那当然在我们